好 主播观众马上来关心王毅川自曝 用手机来监控百姓的行动 这个遗运是持续的在延烧 那么今天还传出了中华电信在疫情期间 其实是有电子围离可以监控居隔者的行动 还有这个身份 那是不是这个电子围离还一直都存在呢 现在也传出中华电信在总统大选的时候 还帮了这个民进党来做这个造势场合的分析 那么今天来问法务部长来看说 这个电子围离是不是还存在 然后这个如果说民进党 他真的有用这个电子围离来监控百姓的话 是不是真的违法呢 带您一起来听法务部长怎么回应 中华电信现在也被爆料说 好像有用这个电子围离的这种监控 在帮民进党做训练型的这个分析 那法务部会不会介入调查 谢谢 谢谢 电子围离现在还存在吗 那中华电信现在被爆料说 有用这种电子围离来监控 没进党的造势场合 是真的还假的 小心后面有楼梯喔 法务部会不会跟这一起去调查呢 小心喔 谢谢 谢谢 不能调查进度 谢谢 王益川现在的调查进度如何 现在北显在侦查中 小心喔 好 那国内三大业者呢都强调呢 跟这个王益川是撇清关系喔 说没有跟这个王益川有直接的接触 那么除了中华电信呢 其他像是台湾大哥大 还有这个远传电信呢 是更直接摆明讲说呢 没有第三方平台的业者的合作 那相对来讲呢 中华电信的回复呢 就相对的保守一点 那么针对这个民进党呢 是不是真的有在监控百姓的行动呢 在野党今天也会在这个立院咨询呢 来问这个行政院长 那么以上呢是记者在立法院的最新情形 时间镜头交换给棚内 我是王益仲 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 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 或是国际的话题 我都能够精确真实传达 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 当然更多的新闻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喔